第32届香港电影金像奖颁奖礼即将于本周六举行 11日林家栋林小峰现身为颁奖礼拜神 已经入围最佳男配角多次的林家栋 对于是否得奖就表现得十分从容 反倒是此次金像奖的主持工作让他紧张不已 而最大的原因则是彩排至今 仍未见到主持阵容的关键人物曾志伟 其实这一次在金像奖里面的前面是 也不是第一次了 所以没有什么很害怕的感觉 因为自己全程没有这个经验 现在已经习惯了 已经习惯了 所以对我来讲是没有特别的紧张 反而我紧张是当满的演出 因为是好像这一天就 我跟阿楼我们还没见过的智慧 对 智慧 应该放心的 因为他很灵活的脑袋 所以应该是没有问题的 凭借寒战入围的林家洞艺术男配大热 不过他就表示更看好郑中基在低俗喜剧中的搞笑演出 至于最佳男主角部分 他则力挺同影片的梁家辉 说实在的我看好的是男配角色 应该说是正中基 猛龙应该是最高票数的 我觉得最大的应该是林家洞艺 应该是 因为是他在韩战里面的演出 真的很好 还有特别是 比较小剑 他碰这个角色 类型的角色 所以他演出的真的非常棒 所以应该说我 我自己鼓 我自己鼓他今年 拿这个男配角色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